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京灭火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近日习近平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发布军令 全面聚焦备战打仗 分析指出如果习要是发动台海战争 就等同于把自己置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评论同时指出中共已经走入绝境 党媒新华社2月12日报道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试验见顶规定 自2月10日起实行 规定共11章56条全面聚焦备战打仗 要求以面向部队面向实战的原则 规范军备管理机制 着眼装备实战化考核要求等 进阶着2月1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 军队功勋荣誉奖章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着眼备战打仗需求 划分战时平时人员类别职能任务等 细化量化施讲条件等 吕奥法学家袁洪斌分析 习近平对军队采取普遍收买的办法 稳定军心 因为习近平的策略是 他要在中共二十大实现连任 一旦连任 很快就要展开共产极权主义 在全球扩张的最关键一步 那就是发动台海作战 习希望通过台海作战征服台湾 给他自己增加政治砝码 加重他自己的政治权威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是军队对他忠诚 中共当局近年来逐渐加大 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有关于习近平所谓武统台湾的时间点 不时有人预测 而且外界多认为 一旦攻台 中共军队恐生内乱 对于内乱问题 袁洪斌解释说 中共对军队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 各级官员不经过中央军委批准 连一个牌的兵力都不可能调动 谁调动了 谁就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 马上受到军法处置 但是一旦习近平发动台海作战之后 各级军官就拥有了直接调动兵力的权力 袁洪斌认为 习近平发动台海作战 同时也会把他自己置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在战争的过程中 他只要受到了一定的挫折 那么中共军队反割 干掉习近平的可能性就极大 袁洪斌表示 在整个中共的发展史上 现在是到了中共整个政权崩溃之前的回光返照时间 习近平是想要挽救共产党 可是他实行的每一条战略策略 都是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后垮台包心救火 总之共产党的党运已经走到了绝境死地 出生在美国 但代表中国队出征北京冬奥会的滑雪运动员谷爱玲 14日在自由社滑雪女子 泼面障碍技巧决赛中 为中国摘的银牌 这是他在本次冬奥会上获得的第二枚奖牌 之前他已经获得一枚金牌 眼下他人气爆棚 多家品牌找他代言 然而外界认为 他现在赚得盆满钵满 但也难说 以后会不会被中共销声 谷爱玲无疑是冬奥会上最耀眼的明星 从跨国金融服务公司Visa 到中国电子商业巨头京东 大约30个品牌 与他签下了商业合约 据悉他的代言费为税后250万美元 过去一年的品牌交易总收入 超过1亿元人民币 尽管他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 那就是作为一个生于美国的运动员 过着一个西方国家少女的生活 但是却代表着一个因为侵犯人权和镇压民主而受到指责的政府 谷爱玲曾对支持黑人的黑命贵运动表示声援 也为抗议反亚裔暴力发声 但是在新疆维吾尔族人被大规模拘禁 和香港民主抗争者被捕等议题上 他却保持着沉默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称 谷爱玲不应被当作一个爱国象征加以宣传 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的想法 未必能如他所愿 中美关系恶化 使他这种两边通吃的做法几乎不可能 法律问题也难逾越 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营销学客座教授布莱斯·怀特瓦姆说 谷爱玲可能由于一个简单的推特 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 中共就会把它从所有报道中清除掉 就像他们对其他许多中国名人所做的那样 长期从事女权运动的中国副权创办人张晶认为 谷爱玲生活的并不踏实 因为她得很小心 不能错半步 不能说错一个字 只要你稍微没有按照中共的意思 达到她的要求 你就得回到人间 甚至走向地狱 今年底的中共二十大 总书记习近平 打破惯例连任第三届四层定局 纽约时报近日发文预测 习近平的接班人策略 并表示 习不急于选定接班人 恐怕会给其政权带来巨大麻烦 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楚百亮 14日发表题为 一场以习近平为主角的 中国领导人接班大席的文章指出 习近平对接班人面而不宣 会持续多少年 谁来接班 这篇文章访问的数名中国专家认为 习近平并不急于对接班人做决定 即使到中共二十大 他也可能暂时不放出 继任者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讯号 而是更有可能将一批下一代官员 选拔进政治局 形成后备队伍 他们的忠诚度和能力将在未来几年内受到考验 文章指出 据中共政治局常委不成文的七上八下年龄规定 现任的栗战书和韩正将在二十大卸任 然而习近平也可能安排更多常委退休 这包括魏杰林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文章说 借由二十大 随着政治局常委退休 中共政治局可能会空除十一个缺位 而习近平可利用这些空缺 提拔一批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出头 如今正担任省级领导的忠诚官员 文章认为 习近平让所有人对继承人选保持猜测 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他的忠诚 并给他更多时间判断 潜在的接班人 然而推迟提名可能会加剧 中国权贵阶层的焦虑 甚至扩大裂痕 之前外界也有分析 习近平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 没有让一名57岁或更年轻的成员 进入政治局常委 这进一步证明了习近平打算无限期统治 如果接下来习近平权力变弱 或者他开始犯真正的灾难性政治错误 或政策错误 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向他施压 要求他指定一个继承人 但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习近平倒可能继续统治十几年 美国国会2月9日 推出了核弹级法案精准打击中共高层后 外界观察到 中共在国际社会惨遭各国围攻 势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例如之前较为亲共的德国日前也已经转向 据日经亚洲报道 来自德国的高层政治人物近日透露 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已经达成协议 将在对中政策上转向 外交部或很快出台文件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 据分析此举将领三党执政联盟协议中的抗争要素 成为德国的正式对中政策 同时欧盟也发声表明立场 综合外媒报道 欧盟轮值主席国 法国的贸易部长李斯特 2月14日在欧洲联盟贸易部长会议上表示 在立陶宛与中国可能爆发的贸易战方面 欧盟坚定支持其成员国立陶宛 李斯特认为 欧盟不能容忍不公平竞争 并牺牲其价值观 应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策略 外界分析 对立陶宛的报复 是中共第一次对一个欧盟成员国全面开火 也势必招致全体欧盟成员的反制 另外印中对立也日趋升级 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2月14日报道 印度将再度封禁54款与中国有关的移动应用程序 其中多个应用属于腾讯 阿里巴巴 网易等中国大型科技公司 并在印度境内的手机应用商店下架这些应用程序 据悉自2020年6月起 印度已先后封禁了300多款中国应用程序 包括抖音海外版 微信海外版 UC浏览器 直播等等 印度方面的理由是 这些应用软体对印度的主权完整及安全构成威胁 多家媒体曝光 美国情报单位评估 俄罗斯将于2月16日进攻乌克兰的消息后 英国太阳报15日报道 美国情报精准道 攻击时间是基辅当地时间16日凌晨3点 将以飞弹和轰炸机对基辅的军事和政府指挥和控制中心 进行一连串空袭 紧接着20万大军将攻入 资深消息人士称 袭击将从多个地点 在乌克兰的南部 东部和北部侧以进行 然而从种种迹象来看 天平正往和平方向倾斜 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与德国总理舒尔兹会晤前 同意继续与西方外交谈判 俄国国防部15日宣布部分撤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4日与舒尔兹会面后表示 加入北约可能是一场大梦 但普京没有承诺全面撤军 称下一次行动将取决于局势的发展 欧洲版政治网站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周二表示 乌克兰相邻的南部和西部军区的部分部队 已经完成演习 正返回驻地 而两俄的联合演习定于20日结束 俄罗斯南部军区表示 其部队已开始从克里米亚撤出并返回基地 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友对此保持谨慎 称希望看到俄罗斯撤出的证据 与此同时 英国也警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迫载眉睫 并对欧洲更广泛的稳定构成威胁 五角大楼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 天天都在增加部署 目前囤兵已超过13万 还部署8万名士兵 黑海军舰上的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威胁着乌克兰的南部海岸 智库国际危机集团俄国与中亚部门主任 欧利克告诉外交政策期刊 没人知道普京的真正意图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没有获得某些让步 俄罗斯不可能开始撤军示弱 俄方否认西方对其计划入侵的指控 但表示除非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否则可能采取未知名的军事行动 而北约正在等待 俄罗斯对演习和军备控制 透明度等反提案进行回应 感谢观看